你心態會不會覺得說 我們家的鳥咪要帶出去 真的要打扮一下 有沒有 那天有打扮嗎 你們自己說 有 聽說那天你們有一個很特別的活動 就是走秀 那天大家是怎麼樣 每個人都帶了好幾套衣服去換嗎 還是就只準備一套 就是可以穿的那個貓咪 就是會多帶幾套 可以穿 這是重點 因為有的貓根本就不愛穿衣服 對不對 所以大概那天11隻貓對不對 那總共有幾個是衣服穿得上的 五隻 五隻喔 所以你看喔 半數不到喔 對不對 大概就是半數的人可以接受這個穿衣服 那效果怎麼樣 就有的是小公主 有的是小公主 然後有的那個兩隻小貓 三個月的小貓 牠們化身為團團圓圓 團團圓圓 走那個貓熊打扮就對了 對 所以你看喔 這個在各方面的一個努力之下 終於是完成了 那其實你現在再來看看這個活動 你自己的心情怎麼樣 覺得 對 因為有一次的經驗 因為其實這一次是第一次版 對 然後就會很緊張就是自己 因為其實之前也沒有參加過貓劇 所以想說自己會不會有漏掉什麼東西 是 那Puma呢 Puma姐姐妳這樣跟著去參加之後 妳覺得妳的整個狀況 覺得會不會再期待下一次呢 會啊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很好玩 而且又可以跟很多貓互動 對 而且我覺得每一位主人也都是滿健談的 就可以分享一些養貓的一些交流景 對 我覺得還不錯 還不錯 以前喔 妳都是光看一些書對不對 對啊 今天其實我們Puma姐姐也帶了一本書 這本書 所以Puma是妳們養的第一隻貓嗎 沒有錯 所以之前有很多這些書是一定要看的 就如何養貓就上手 但是現在發現有這麼多的一些好朋友 大家對貓的經驗其實都滿有那個 應該講說是實際的經驗 對不對 應該有的時候其實 甚至會比書的更有一些經驗上面的一些分享 應該更實惠吧 對 真的 對齁 那所以妳自己會覺得說 在這次的一個聚會當中 除了自己結交到很多的好朋友之外 妳覺得貓兒到底看不開心 我們說實話好不好 因為貓其實這樣子被主人硬拉出門 然後貓在那裡都點點 妳剛才講的貓幾乎都不叫了 對 那妳覺得牠們會喜歡這種聚會嗎 其實要看貓的個性 還是看貓的個性 像呼噜牠其實是屬於那種公關貓 呼噜OK喔 所以其實牠即便打噴嚏沒關係啊 下次還是讓牠來好不好 因為我們攝影棚真的太冷了 媽媽可能怕牠適應不良吧 對不對齁 所以呼噜反而是公關貓 比那個蛋餅還更OK喔 對 牠當天就是在現場走來走去 就是逛街 然後走到人家家裡都不會去 怕氣或者是打他 不會害怕 對 都不會 其實我們剛才說 為什麼你們勇氣十足 因為其實貓是一種地獄性 非常強烈的貓種 然後牠們其實通常看到別人都是互不相 就是沒有辦法去互相就是結合的 或是做好朋友 可是今天這兩隻都還OK 對啊 還不會這樣 誰比較強對不對 這兩隻感覺還蠻和平相處的 對不對 所以真的還不錯 我覺得就是說 如果說貓的穩定性是夠的 然後寵物主人也覺得夠勇氣 我覺得把牠帶出門是OK的話 我覺得真的還是讓牠們出來透透氣 是蠻好的 對不對 好 不過要不要結紮 結紮後再出去 對 其實這一次就是我們也有 就是有一些注意事項 就是上有傳染病的 對 對 都不能來 傳染病不能來 對 然後還有就是沒結紮正在發情的 也不行 對 不然牠真的是一時控制不住 興致來了 對 主人是沒有辦法 對不對 好 我們剛才其實談到很多你們這次的聚會 我們先準備進段廣告 然後等一下呢 我們其實來看看牠們兩位的一些照片 其實平常你在照顧牠們 還有我覺得就是說 你們應該給一點經驗 其實貓要帶出門 我相信不是說 今天我要說帶就帶 對不對 要帶出門就走 其實我相信絕對有慢慢慢慢的鋪陳 其實這個都是有一些經驗的 據我所知好像Puma是 你們經常都會帶著牠去遛貓 對 會帶牠到公園走走 那至於蛋餅是怎麼樣適應人群的 然後如何的可以帶出來 我想蛋餅媽也有很多的經驗 好不好 我們先清探廣告 稍後再回到寵物俱樂部等你喔 好 回來之後呢 發現兩隻貓又不太一樣了耶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那個 好可愛喔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蛋餅好不好 蛋餅變成蝙蝠俠了 哇 牠其實有點不太適應 這個蝙蝠俠當初怎麼會想把它挑這件衣服 好可愛喔 這件衣服是網路上就看到有一隻狗狗在穿 然後我覺得貓咪一定穿起來更好笑 是 我們看一下背面好不好 背面還有披風耶 背面還有披風耶 好可愛喔 所以牠真的可以去執行任務了 好 我們看完了蝙蝠俠的蛋餅之後 我們再來看一下 鋪馬變成小兔子了耶 好可愛的耶 我覺得這個鋪馬今天真的有表演那種神功的感覺 牠可以這樣做耶 對 牠在家裡聽說是這樣做的 對 牠可以維持很久 而且剛才那個鋪馬姐姐有告訴我說 你看一下我們家鋪馬 牠是穿著襪子的 對 四隻腳都有穿襪子對不對 看一下好可愛的腳喔 都是穿那個白色的襪子對不對 不夠可愛的 好 所以其實很期待下一次的聚會 對 因為可以任意的去打扮牠們 然後大家就會不斷不斷的讚美 我覺得這就是最大的成就感吧 對 好 不過相信今天一定有很多的這個 養貓的寵物主人也很羨慕說 你們家的貓都可以帶的出場喔 其實應該怎麼樣培養 你是不是給過來人的經驗 嗯 蛋餅媽先說 我是從小就是蛋餅兩個月開始 是 就常帶牠出去玩 牠打完預防針開始 就常帶牠出去 可能像士林夜市 是 也抱著牠一起去 然後牠還可以在士林夜市 那種吵鬧的環境中睡著 所以你看喔 這個 眾人皆醒我獨睡 OK 牠就很自在 所以這個其實小時候 然後你在貓牠在這個蒙蒙懂懂懂的時候 就讓牠去適應人群 適應外面的這個聲音喔 其實牠就適應力就會越來越好 那你們家撲馬呢 撲馬姐姐 我們家撲馬是剛開始 因為我家附近有個小公園 對 先會從小公園大家去走一走 對 稍微適應一下之後就會移到大家的森林公園 對 就大家去逛就是散步啊這樣 或是我自己本身就是出去逛街買衣服的時候 也會帶牠一起去 也會帶牠去喔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 重點就是你們都不嫌麻煩 我覺得這顆心就很重要 很多 哎呦 我帶一隻鳥要出門的 很麻煩耶 一想到麻煩那兩個字 很多人就不會帶出去了 所以你現在羨慕他們 可以這樣子帶 可以這個帶著他們出去 然後好像黏在一起喔 其實我覺得這真的要花點時間了 就看你要不要做了 好 當然今天其實我們也準備了很多張 我們這個最近你們兩位公子的預兆對不對 來看一下 我們先來看一下 對 這個先看撲馬的好不好 撲馬的狀況我們先看一下 好 這個撲馬的姐姐說一下 這張她在幹嘛 這小時候 很小的時候 大概兩三個月大的時候 嗯